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旅客冲上了机场跑道 截停了阿联酋航空一架正在滑行的飞机 这是可以载入 永不可当 听说吉尼斯总部已经在考虑发奖的问题 而且我们还是可一又可在 四天时间内上海普通机场旅客冲上跑道 然后四天时间之内 广州白云机场 又一波听说是发生争执旅客 就是怒发冲关 冲上跑道 你可以看看照片 这个普通机场大家看的多了 咱就别看了 这是白云机场 你查一下没有 这是采取了这个 不叫静坐了 静站的这个行为 学得很宽 中国人 传染性很像 你在看下边 好你看 这是冒着雨 好雨之中 对我们仍然是无惧无畏 同感的中国人 没错 这个事情刚出来以后 其实我听到的反应 一开始是嘲笑中国人 就是说中国旅客 怎么见过暴脾气 怎么这么急躁 为什么要冲到 那很危险 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 再一句 有人就说了 说这个申行 赔了这帮旅客 赔了一千块钱 你知道吗 这是破例的 因为以前就是 法律规定什么 最高额就赔五百 但结果这次说 往跑道 这一冲还真好事 赔一千 然后呢 就有人就问这个申行 说你们为什么赔啊 申行说 我们也弄不太清楚 赔吧 外面都乱飞机了 这个情况 此情可感 对吧 就赔 可是我觉得是能同行的 就是不要说同学能够理解的 就以前我也有一段时间搞不懂 因为中国的飞机乘客搭搭搭飞机 总是闹类似的很奇怪的新闻 比如说因为班机误点 所以到了机场 明明飞到了 比如说我们正常想法 你误点了嘛 误了八小时才到你的目的地 那这时候应该是心急如马赶着想下机嘛 他不 他不下 对不对 霸着这个航班不下 那以前他还都是笑 说这怎么那么古怪 但后来我发现人民有点很重要 就他们其实想要的是某种的报偿 跟一个补偿 补偿 就是说我飞机误点了 我可能误了很多正经事 那我现在就算再赶 我也赶不及了 那于是我要你赔偿我 那这个赔偿呢 其实在别的国家 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赔偿事件 比如香港去年不是才出过一个小事情 就是一个名厨嘛 就因为国泰航空的班机误点 使得他有损失了 他要赔偿 但是一般我们这种赔偿要求呢 都是事后 你跟航空公司跟保险公司什么 你们坐下慢慢商量 但中国人有一点 中国人不相信事后解决 中国人要的是现场解决 当然 所有交通事故是一样的模式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你看得到 就是中国人之所以要拦飞机 之所以要霸占客机不下飞机 其实跟平常马路上面撞车 就给现场你给我钱是同一个道理 当时要不解决呀 以后猴年马月就没这事 所以因为他也不是说不相信事后解决 是因为以前相信的太多了 可能 对 没错 以前有填表 可能有人有填表 好吧 我们事后赔偿 你先填个表 先申报 我们会调查 都石沉大海嘛 不会回来 所以我刚开播以前 前面那个我问到怎么回事 他你好像告诉我说他们好像 这个雾点有一个飞机是上下三次 那我一听这个感觉我说脾气正好 中国人进步了 应该上去一次以后就去霸飞机了 所以说这就算好了 所以我说其实呢 到后来啊 你我看到更多资料 我发现了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因为咱们过去从而忍嘛 怎么欺负不都忍嘛 但是就过去唱歌有句话嘛 叫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会挺身而出 我最我就专门 我给你念一段 我就觉得就是 你看说那天呢 这个ZH9817航班 本来是飞南京的 他说下雨 所以只能降在浦东 背降浦东 旅客等待近一小时后 下飞机到后机楼休息 等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上海的雷暴天缓解 然后等两个多小时呢 晚上11点02分 二次登机 准备要飞了 然后坐了近一个小时 然后呢 一个小时到11号的零点 浦东机场再次出现雷雨天气 于是呢 二次旅客下飞机 到后机楼等待 0点55分 就是后机楼等一样 0点55分 天气转好 然后地服人员 组织旅客第三次登机 在飞机上 又坐了一个多小时 到那天凌晨的3点09分 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安排到旅店 休息 第三次下飞机 已经三点多了 好像有一个还送医院了 还有什么感冒了 还是发烧了 然后11 这就到第二天了 你想前一天凌晨的3点多 进酒店休息 然后一早啊 听说说 又能飞了 又能飞了 大家准备 然后呢 到早上的9点20分 旅客到达登机口 到11点05分 已经过了 原计划11点就能再起飞 但是11点05分 已经过了原计划飞行时刻 仍没登机 部分旅客开始撞击 登机口玻璃门 接着冲上登机屏 停机屏 一位民航业内人士说 三次登机 三次下机 一夜无眠 任何人对这些旅客的疲惫之旅 都会充满同情 我也很同情 真的是 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环境 而且我觉得最奇怪的是 中国的这种飞机误点啊 已经误到一个程度 就是你居然是正常的 就你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 我就这么看 我也是这么看 那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就以后比如说 你要飞比较近的城市 那其实真的是可以坐高铁 或者坐动车 但你坐高铁坐动车 又怕他怎么了 所以我们两难选择 就是你该选哪一条 江辉你看 你也整天在国际上飞航 你最近也爱到大陆 到处鬼混嘛 那么你两地坐飞机 你有什么 我为什么问你们这个问题啊 因为有一次 王猛先生在我们这聊啊 他一方面觉得 当然是旅客 这是很值得同情啊 但另一方面这种事多了之后 他也提出一个 他说我在美国 在国外坐飞机啊 他说也经常晚点 但是这也不是说 只有中国的航空公司 美国也常晚点 那个中间我觉得 我猜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刚像你刚才说啊 上下三次人无可忍 可是我觉得说 一定有一个引爆点是什么 三次的过程里面 可能飞航空公司 或者说机舱的职员 对他们不闻不问 不理不睬 可能他们到底问状况怎么样 怎么样啊 到底要等多久了 可能根本没人理他们 或说用一种很没礼貌的方法 来对待他们 我觉得说可能是最后才引爆 那不要说这个比较戏剧性了 平常说经常看到吵架嘛 在飞机场一定看到吵架 我们说到处都有误点 为什么中国乘客特别脾气不好 我觉得往往中国乘客脾气不好 是因为中国的航空公司的服务员 脾气不好 你航空公司嘛 或者说机舱的人员不好 我现在来付钱来坐飞机 然后还误点担任我时间 我来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对你把人一脸臭脸 对不对不理不睬 我就猜可能很多时候 引爆点要接你 但是你看个人可能看到的不一样 老实讲啊 就我个人看到的 我看到说中国的这个 比如说空中小姐啊 或者是这个人员 说他一张臭脸 或者态度多么不好 我极少见到 老实讲我极少 因为你是连文道 我在旁边旁观 我见到的他们更多的是什么呢 也许是反映他们背后的问题 就他们经常 他们也不知道 对 他也一问三不知 你比如说旅客 什么时候弄飞啊 但他也要问 他不要打电话问谁 可是最后他不能回答你 是吧 你说一会飞 一会不飞 一会飞 一会不飞 他只是个 他就像城管 他不是 他就像城管 就是说有时候 咱们看街头城管跟小贩 互相杀了 发生冲突了 可是你能说 是这城管不是东西 他实际反映的是 背后的一种什么管理吧 没错 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漫步神中美景竟在旅程中 寂寞之间 品味文化大家的思想盛宴 雅俗之间 光荣文化万象沉浸生命美感 饱览当代文化魅力 无朗大文化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你们你们的 我觉得文韬你刚说的整个思维 正是那个 纵容了那些航空公司 我告诉你 航空公司跟机场服务员 是什么行业 不仅是航空业 是服务业 他是来服务的 服务业的一个最基本原则 就算你前线的人员 他搞不清楚 他背后的管理状况很乱 对不对 他也不知道啊 你问他误点误到几点 他也不知道 可是他们一定要被训练 你不知道 你要用很有礼貌 很妥当的态度 来回应顾客 来让顾客安心 我觉得说 就算你不知道 那是你家的事 你们家管你不好 我不管什么理由 你还是要用好的态度来对我 这个才是 这个有文明的服务行业 可是我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的服务业 今天发展出一种 很畸形的状况 这一种状况 我并不觉得有那么多的 服务业人员 从饭店餐厅到机场 他们态度很不好 你说的那种 他态度很臭啊 往往是到了末期了 就已经吵到 他忍不住了 所以一开始 我觉得他们服务态度还不错 甚至有时候 我觉得他们 我说畸形的地方 就中国的服务业的 服务前线第一线人员 有时候让我觉得 他那个服务 已经到了卑躬屈期的地步 我看到的一些也是这样 对不对 它是过分的 过分的鞠躬 过分的惨媚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问题出在哪呢 就整个服务业的管理上面啊 对前线员工的权力下放不够 什么叫权力下放不够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比如说 去很多物业酒店或什么 门口不是有保安吗 你要进一些会场 什么 你要有保安吗 好 有时候我们说今天晚上有个什么会 我们要去开 开那个会呢 门口保安说你有证件吗 然后就说 哎呀 他这个 他就是这个会的主办方 他没带证 就不用了 不行 那不行 怎么办 常常有这种争论 对不对 我们都遇过这种争论 那这个保安一开始啊 他对你那种态度 又进你又怎么 好像非常好 但忽然这时候 他什么都不做 他就是不让你进 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他态度不好 而是他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 他没有权利上头跟他说 有证的才能进去 没证的不准进 但是他不敢做任何的灵活的前线的判断 我觉得中国服务业往往是这样 从空中服务员 地勤 餐饮 各方面 这前线第一线人员 他能够调动的这个权利范围 非常非常赞 你知道吗 那我们 也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一篇课文 就是列宁同志 就是说 说列宁同志进自己的办公室啊 克里姆林宫啊 列宁同志忘了带同行证 结果这个哨兵坚决的说 没有同行证 不能进 然后列宁身边的人 你不认识这是列宁啊 对不起 我们这个规定就是 只要 我听过这篇课文 我们学过课文 列宁还表扬了 这个小明星 这不是一个表扬 多没有人性 你想想看 你怎么会说这么一个 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在香港 我觉得许多人就会说 你看 这香港 讲究制度 讲究法制 我管你是 我管你是郑英权还是梁振英 甚至是什么什么领导来 我是按照这个法定来做 我觉得在不同的语境下面 我们可能给他不同的诈值跟意义 可是我觉得说 当然你们可能说是你们旁观 不是你们面对的人 你见过这个 我见他还多了 对你一张臭脸 那我还看出 那当然了 然后看出有地域差异 我觉得北京倒是不错 我几乎每一次去上海 我都觉得说 我去柜台 去check in的时候 登机 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 都是冰了脸 那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 他整个上海 整个上海机场 有那种企业文化 我们相信 来到凤凰 大家很友善的 也很贪财好生 他有他的企业文化 那上海机场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 文道知道我脾气不太好 我就忍不住了 那个女的替我服务 然后 替什么服务 办理登机服务 抬也不抬 看都不看我 我就直接敲她的柜台 我说小姐 干嘛 我说你们是服务行业 服务业你笑一下吧 笑一下不会死的吧 那不成卖笑为生 他这样蹬我一下 然后我就放下来 他也 然后头要低下来 可是他很有幽默感 后来替我办完两分钟的登机手续 还是冷冰冰的脸 到最后拉一秒钟 把东西给我的时候 才挤一个很人工的 很假的笑容 给我看 对 我觉得这个每个城市的 那个文化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我们不懂这个飞天上的事 是不是有些情况 确实是没有办法 就是咱们说你愿 你比如前几天 我从北京这个飞过来 我发现现在民航 倒是真改进了一点 这次真能让我在家里 还没出发的时候 我的同事就告诉我 说他们通知了 说这个天气 天气原因 不 机器故障原因 这个航班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飞 好 但是下一个问题 就问不了了 我就说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飞 我是可以再在家里等一下 再走呢 还是 我现在也得去呢 你那个最后停止 办理这个 签计 登机手续的时间 是什么时间呢 那这个就不知道了 然后就告诉你 那你最好还是去 万一他突然修好了 他就飞了 那么好 我就去了 去了 我一看那家伙 机场柜台 已经是一锅粥了 有吵架的 有打架的 有那摔盘子的 有一个旅客 为了表示抗议 你知道吗 公然抽起了烟 这是表示 对 就乱了 我觉得那帮 人家服务空前人员 也是满头大汗 因为一个航班 我就发现 他需要把 你看有些情况 你怎么办 就是说 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修好 你说 他修好了 他就要飞 那么这个时候 你旅客最想知道的是 我要不要改航班 我再能等多久 可是这个问题 天才能知道 我倒是 最后弄了半天 我就 最后上了飞机 那趟真是惊魂之旅 这个旅客也都惊慌失措 临起飞的时候 突然从后边 冲上来一个女的说 我要下去 帮我下走了 你知道吗 最后说 门还没关 说你为什么要下去 我突然有急事 我要下去 最后又忙活 半天 你知道吗 联系 最后可能他没有 托运行李 就那就下去了 但是你知道 我就吓坏了 我觉得他是不是 在座位上放了个炸弹 他然后说要下去呢 我说这帮空中小姐 你怎么能放他下去呢 如果我是机机长 跟我一共坐着 绝不能下去 将将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片夜的脉络 横是广袤生态 融为城市和森林的和谐发展 纵是山水传承 延续未来家园的惨天绿意 从南国灵改到北疆至上 解读科技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寻访大地耕耘的梦想 北京现代大地寻望 星期六 凤凰被视中安台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当位好了 分析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灰领物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智慧服务 数十年写作百余部作品 他的书传递着能量 惊人若不夸的话 其实我们的身体 是可以跟随你前进 新书问世与读者交流 分享毕书敏的创作心得 大家书斋 星期四 凤凰卫视中安台 身受父亲李先念的影响 他走上民间外交之路 您小时候的志愿 不是对外交流啊 爸爸就说一句很关键话 他说我的个性比较外向 你做民间友好的话 每天都是在交朋友 中美建交三十三年 他亲历其中广交朋友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民 习夫主席和拜登副总统 共同出席这样的活动 会给奥巴马总统的大选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问答中国对外友谐会长 李小林 双席午夜神问答神舟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文道就觉得他们能预估 对 我觉得你刚刚说 修飞机不是完全不能预估的 因为我在 比如说美国也是飞机长污点 他有时候也是飞机老了 出问题了或怎么样 但他一般会告诉你一个预计的时间 这预计时间不一定太准 但是也不差太远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样类型的故障 什么样类型的毛病 该修多少 是能够计算出来的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天气它能预估吗 你比方一会打雷了 一会好了 天气会 这是另一个问题 那我先说完 而且这还有个问题 你刚刚讲那个 机上让人忽然冲下机的 我觉得那是什么呢 就是我常常讲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论权力在管理上的分配的时候 要不就是喜欢问 你们这谁说了算 如果是领导说了算 下面什么人都不能决定任何事情 但是由于又给你的付权范围 特别死特别紧 当他一下觉得领导不在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他们又比谁都灵活 酌情 就酌情 那个一酌情起来 酌得比谁都有弹性 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天气问题 我觉得是中国才这么严重 比如说你们住在香港 有时候我们打台风 八号风球 它还起飞降落 为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 在中国的机场 这个对于气候的敏感 好像更高 就是说更加怕出事 当然 你说这一点 真的是提醒我 我特别想呼吁 就是说什么 我经常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老想一件事 我想航空公司 中国民航 还是所有的人员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 旅客闹得再凶 都是在能保命的前提下 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我非常怕他们收到大的压力之后 在安全方面就疏忽了 你们就说这么着急 上了领导压力也大 旅客都冲上跑道了 差不多就飞吧 我的天 我觉得永远永远 不能这样 那我不会的 这个一定是安全的 他们这个安全第一 怕出事 这个心态 我觉得百分之一 就比他们自己怕 我倒是希望说开飞机的中国兄弟们多讲话 有没有发现你坐国外的飞机 那个机长会讲很多话 告诉你很详细 有人讲话 要机长 顶多讲一句 各位坐好 我们快到了 不讲话了 然后顶多有时候是